好 我們看看第37題的題目 其實答對的人數是22% 然後有很多同學選了C的答案 即是C不對 你儘管看看題目問什麼 這個是一個Sign Curve 我們可以在中間畫一條線 讓自己更容易看一個Cycle是怎樣形成 但今次Cycle是2X 如果要完成一個Cycle就是這樣去完成 令到360度 所以X的話 由A這一點 不知多少 但這一點我們知道 就應該是180度 因為X就會大於等於0 180 這個位置就是180 當然X不是局限在這個位置 我純粹是讓大家看看位置在哪 然後這裡180的話 中間這裡90度 那A這點就會是135度 即是每格格這樣去就是45度 所以B這裡就是225度 至少我也知道A和B的Horisonal Distance 就是225-135 那這裡就是90 那這裡就是90 Vertical有怎樣看呢 A這點其實就是當Y是最大 Y最大的話 就會是90加90 然後Y最小就是90 那數要減90 那Y最小就是0 最大是180 最小是0 所以Vertical Distance A和B打直這裡 其實距離呢 就會是180 所以我們要找Distance A和B的話 就會將它180 Pertical Distance 的2次方 加Horisonal Distance 的2次方 然後呢 就給它一個Square Root 那你計算出來 就會是多少呢 就應該找到答案的了 答案呢 就會是201.24 那所以呢 其實答案是Boy 那為什麼這麼多同學會選C呢 會把它呢 會把它呢 想成是什麼呢 很明顯啦 其實都不知道想什麼 但是呢 就答案是Boy 來的啦 啊